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千米葡萄长廊 但是大家看看 葡萄呢 现在没有葡萄 应该叫做千米葡萄架长廊吧 但也可以看到连葡萄干都没有 因为现在11月份 他们都把葡萄给收走了 要是夏季来的话 这一边的千米葡萄长廊啊 这上面肯定挂的全都是葡萄 不过现在来呢 正好是夕阳夕下对着我 我感觉现在来到这里的话 虽然是淡季 但是别有一番风味 葡萄大家谁没看过是吧 所以呢 在这个季节呢 就只有我能看到这个场景的 然后在这个千米葡萄的开头那处呢 有一个英举牙 我一开始 我还以为它是骆驼呢 然后呢 可以看到到 它那上面还有洞的 下去看一下 应该还可以进去的 哇 这些台阶 它都是用石头堆起来的 哎呦呗 看看看看 还有这些洞 它完完全全是用这个土做成的了 虽然土它是怕水的 但是这个吐鲁番呢 长年没有水 没有雨水下 所以它这个建筑呢 根本就不怕被雨水冲刷 而且它本身也是特别的坚固 像这种土房子啊 冬暖夏凉 所以吐鲁番很多的当地的居民啊 他们就会选择盖土房子来 作为他们的一个住宿的环境 这个桥有特色 它是用这个轮车自作成的 然后上面再用那个小木条 小木棍这里铺着 用钉着钉着 还形成了一个小桥 嘿 好玩 游走在这里呢 逛了一下 发现这里有挺多这种小小的木房子 然后还有这种圆顶的房子 现在呢也看不到葡萄 但是在这心里想秋色还是挺不错的 说实在啊 我是觉得这里有点破败 秋风萧涩多多少少感觉 走在这儿有点伤感 葡萄沟嘛 他们这里一般是夏季化会比较旺 这里呢也是他们当地人最爱来的地方之一 但是现在看到一番景象是有一点点落寞的 秋色是好看 夕阳也美 但是还是会带来少许的伤感 哎 刚才我们不是看见了两队哦 成双成对的 从我眼前走过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走在这里伤感了 原来是我没有办 好孤独啊 请继续关注最有感觉 跟我一起探寻西游之旅 发现更多的美景与美食 看一看 下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